多久, 可以 def Detective 微笑靛 小結婚 小結婚 Openia, 之前我們認識過 二族和八族的文化 我發現原來生活在不同的環境 是會形成很不同的生活文化 是的, 自然環境對於 以前的生活影響的確很大 不是的, 你看白燭摘焰就知道了 就是利用了豐富的天然資源 就像水源、氣候、液料 都是來自大自然的 說起水源, 我們接下來去的地方 就跟水的關係很密切了 對呀, 麗光麗光 那個乾字就是有水 麗光跟大里真的很大分別 當然了, 我們現在已經超過了海拔二千米 都可以說向高原再賣進一步 那我就可以找我的高海拔之戀 說不定真的可以 因為麗光由鹽魚之刀之稱 我是來尋找自我, 不是來找鹽魚的 為什麼要走得這麼快? 之前說大里和尚都會拍拖的 麗光古城是納西族的故鄉 現在也是納西族自治園的中心城市 麗光古城真是依山順水而見的 這個沒有城牆的古城 和四四方方的大里古城很不一樣 分佈錯落有志, 北區一格 周圍都有流水, 路都不容易認 城依水泉, 水除成在 這些道路的確結合了水流順勢而見的 其實只要記住, 順水入城, 液水出城就可以了 這裡的街道彎彎曲曲 鋪路石板簡直好像記錄了 這座古城的歷史深度一樣 還有這裡的建築風格 你有沒有留意到 很多屋頂很特別 感覺好像要飛起來一樣 這些是典型的納西族飛蟬造型 而且很多都是木齡貨 都是直接以原木為材料的 真是怎樣打卡都漂亮 難怪這麼多人特意來拍照 不只是漂亮的 因為麗光位處於地震帶 他們的屋的結構設計 是有效防止地震損害 聽說他們更好善用河水 只要下水閘, 河水日出石板露面 就會順勢下流 就很方便可以清洗在街上 納西族聽起來真的很有智慧 難怪這裡在1997年 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當然了 這裡有八百多年歷史 你不是說這裡是艷遇之城嗎 也跟他們的東巴經 老班老遙裡的愛情故事有關 要了解納西族的東巴文化 有件事你一定要認識 跟我來吧 這裡有這麼多圖片 想不到這裡的人都流行這些東西 莎莎, 這些不是桃鴉 這些是納西族的東巴文 現時世界上唯一還在用的象形文字 他們會稱這些文字為活化石 剛才在街上也看到這些象形文字 原來是東巴文 東巴文結合了文字和畫作 他們不僅用來日常交流 在很多東巴經典裡 文字和相關的圖畫 緊密結合, 傳遞出深層的意義 我畫畫也不錯的 不知道難不難學呢 傳統上學東巴文是非常嚴謹和神秘的 通常是由專業的東巴真女 又或者是巫師 用師徒的形式傳授 不過今時不同往日 只要你有心就可以學到的了 我找了一位東巴文老師 他就很努力地找到繼承人了 在那裡 老師好 你好 我是莎莎 我是紮姨 老師 在這中文字上 都是東巴文的 Nows. university 東西 剛才我是說 歡迎你來到那些家裡 共同學習一下東巴的文字的意思 哦 喜歡嗎 喜歡 哦 好好 那老師你一會兒會教我們什麼字呢 學令江 那些語叫做 義故地 義故地 想畫個眼睛 是不是 哈哈哈 畫個腳 我這樣看已經很複雜 它不是一個字 它在畫圖案 我希望我們不需要跟著筆畫 有一隻雜細的腳 哦 那個是 是啊 有一隻筆畫 毛都要畫了 很厲害 地筆畫真是多道 不知是在寫字還是在畫畫 希望一會兒記得了 我以為麗光是兩個字 原來在東巴文裡面有三個部分 很漂亮的 一幅泥鋼 這樣就完成了 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不知我們學到多少成呢 這個呢 這個呢 漢語叫做山輪 山輪 這個是熊貓 虹貓 對 那麼 這個的話呢 這塊地盤的意思 地盤 哦 伊古旅 那麼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野生動物多的地方的意思 哦 伊古旅 古時候以前呢 這個立間是一個紅 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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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麼 野生動物啊 大部分都是在這裡喝水 那麼第一個 發現這個立間的這個人呢 嗯 回去了之後 別人問他是什麼一個地方 他就說 野生動物多的一個地方 哦 就是伊古旅 然後最後呢 人多了之後 也到這裡來了之後呢 坐了一個船 坐到那個下面 把這個山 把它旺坑 哦 把水這個野下去 引下去 然後慢慢慢慢水 放在這裡 成了現在的立間 哦 原來麗光是這樣來的 原來麗光是一個湖 然後把山開了條 開了一個 開啤 開了條竿 把水引下去 就變成了立間 現在這間古城也好 這間也好 我們走路的這些呢 是紅底 哦 原來就是我們現在是在一個湖底那裡 嗯 那你們兩個 等我們了 好吧 謝謝 好 是的老師 我對中文的印象呢 就是要不滑的 所以呢 我是盡量跟著老師 然後就知道 剛才剛才怎麼寫那個順序 就跟著下去了 哇 下巴很肥的 下巴 好像要毛筆畫公仔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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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你的… 紅… 我小時候都學過寫毛筆字 難我不到的 話就說學寫字 但感覺上 好像以前想畫畫堂多點 好 完成了 看一看的 嗯 I I GUDE 老师笑了 老师的笑容真的尴尬不失礼貌 第一次写些诗文字还是很好的了 但是写些诗文字也好 咱们写漢文也好 要会用韵语 咱们可以说是这一语 先细然后就粗又细是不是 由小到粗 这个的话呢骨头出来了一点 这个是有肉 这个是有骨头 是不是 阿哥头出来了 他的呢 可能有点青年了 他没有精神啊 没有没有精神 但是第一次写得这么好呀 还是分成半了 以前我第一次写象星文字的时候 还是写这个字 哦 写这个字 但是比你们两个都写得还不好看 所以呢我爷爷都冒了我 真的 最后最后几张写几张写几张写几张 就现在 慢慢慢慢就到位了 写字啊 写字也好 做什么事情也好 不是一时的问题 是长时间的问题 东巴文由大约公元一千年的时候 开始用到今天 传承下去其实真的一点都不易 是啊 过渡商业开发 已经令和东巴文的人更伏着职了 东巴呀 他不是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不做 不是这种 东巴需要有天命 我教的是四个学生 四个一起学东巴乡语文字 东巴文化 但是最后 真正成为东巴是只有我一个 就是老师弟了 我是最小的 哦 大的三个是不会东巴文化 那老师现在多少人真的懂东巴文呢 现在只剩下二十几个了吧 二十几个 因为现在 现在其实旅游几区里边 这样我现在我这样的 创期服装的也有很多 但是还不够称为东巴 因为有些人呢 会写几个字就自己称为东巴 因为正前呗 其实东巴是一种使命 它要必须要懂 天文 地理 则学 语术 法术 文化 舞蹈 祭祀 脑根 科学 法治 艺术等等 必须要全部要懂 才能成为真正正的动巴 这种结合纳西族思想智慧 和艺术象征的文字 愿意学的人不多 老师都很努力地去找传承者 这个 船锤这一块呢 也非常难哦 因为现在和以前是不一样了 以前我们学的时候 家里边有点贫穷 所以呢 我们的用心呢在学 因为我们不学的话呢 下一代会失传掉 所以呢 我们就单单这个责任 好好学下来了 但是现在好过了 是不是 这不会努力去学 所以呢 现在呢 他们只知道钱 太现实了 有人问我 文化是什么 怎么回答 我就跟他们说 万物是一把锁 文化是一把钥匙 什么叫做钥匙 他们还搞不懂 还搞不明白 虽然泥杆这里已经是旅游名城 一步一脚印都是纳西文化的宝库 但想不到这么多人无名而来 当中的文化传承 已经去到这么严峻的地步 不是跟你一起来 我也真的不会知道 或者反过来看 现在是重新发扬的开始呢 所以他们说 也就是重新发扬的 然后是留意 并且有一个问题 我还可以在这里 就说 并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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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语言 那是话 并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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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跨年软 别别别 对了 对了 好应该了 那老师 我们教你广东话怎么说了 广东话去里汉 广东话去里汉 哦 老师好厉害啊 浴龙雪山的主峰 扇子斗峰海拔药5596米 在云南第二高的山峰 有十三座的雪峰连绵列成一排 因形状像一条巨龙 所以有浴龙这个名字 文耀华渠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这里有栋植物补护的美羽 又是巨大的天然水库力 是纳西族的神山 一直滋养着纳西族的民族文化 和生活智慧 他们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 为了保护这里的自然环境 和生态平衡 有很大的贡献 快点了 因为现在六点 我们一定要趕时间去雪山 所以酒店就配了早餐 给我们在车上吃 好了,不说了 我们趕时间了,出发吧 浴龙雪山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我们错误到上去的终点海拔是 四千五百零六米 下了索度之后 还要徒步爬山 才到最高点四千六百八十米 当然要早点出门口 刚刚我在手机找了现在的温度 他说是五度 实质太温,因为现在下雨 所以更加冷,加上风 所以希望稍后上雪山 我们能够顶着冰 我觉得,你看到五度 我们两个分别 我已经包到雪人 然后加多了一两件小衣 我的颈巾也比较厚 我现在好像戴了颈巾 我的颈巾不太容易移动 其实浴龙雪山景区 还有很多东西看的 由山脚到山顶 因为气候很不同 有河谷,有叶林 有冠虫翼,有草垫 到时你就会看到雪山丰富的面貌 是什么的呢 咱们的朋友 今天是因为雪很大 所以公司冰村公园的冷车 整天就停开了 你说雪山气候多变 真是没错 刚才导游说今天天气不稳 风大有雨雪 看来今天也是登顶无缘 其实有点失望 因为我去过瑞士的雪山 很想看看 究竟云南这边的雪山 会不会是不同的呢 会不会再冷一点呢 还有昨天实在太兴奋了 我现在真的兴奋 一天跌了一点 但也很幸运 导游说两个景点都可以去 希望都可以补偿回来 我的感受是很冷 但想不到雪山导游 还是有点遗憾的 但我总是觉得 这次去不了 我下次一定会去到的 所以我不会不高兴 待会有点失落吧 虽然我们上不了冰村 但我们去的云参坪 都一样可以望到雪山 虽然是平原 但它是属于高山草甸 所以还是要乘蓝车上去的 现在都得了 就是3200米左右 那我们就要下车了 下个蓝车 是 走啊 其实看到那些树 铺满了一些很薄的雪 在上面 就是我又回到上一年 今天是第一次见到 有点感动 好漂亮啊 雪山啊 雪山啊 在这里的 好漂亮啊 好下车 是 神經病 你之前說到的艷遇 可能是跟納西族古老的傳說有關 相傳, 運餐瓶就是進入玉龍第三國的窗口 對, 玉龍第三國就是東邦愛情的守護神 相傳, 當戀情無法被西族接受 情人就可以用自己的生命 去換取一個理想的國度 在裡面雙手直到永遠 而玉龍第三國就是人間天堂的化身 是納西族人世代仰慕的聖地 在我們身後, 原本是一個草地 但是前幾天下雪 雖然昨天比雪橙 但是大家看看 依然有一片大霸酥酥的雪地 證明其實一晚之間都可以下這麼多雪 而且我們現在還在下雪 不是…是不是很冷? 我還好的 不過真的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不能去上熔龍雪山 只能在現在大概3300海拔的地方 相信除了我們兩個之外 應該對其他上來的遊客、旅客也好 也有點失望 不過因為這樣 就會激發起我 可能真的很想上一次雪山 希望我下次真的可以上雪山 雪山除了美 對納西族人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是他們傳說中的三朵神的化身 每年的農曆二月八日是三朵節 麗干人文和旅居外地的納西族人 都會舉行聖誕活動 下次離開這個時候再來 不… 不…不用不開心的 我知道還有一個美景可以去的 我以為我們要下山走的了 有山當然有水 那裡沒那麼冷的了,走吧 沙沙, 早幾天在帶你的時候 春光明媚 今早來到玉龍雪山 又大風, 又下雨, 還有雪 現在放晒情, 真是很神奇 雲南出了地形複雜 天氣又多變 雖然今早去不了我們本來 想去雪山的位置 不過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雪山 前面還有一個小瀑布 不如你快點打卡吧 我知道你等了很久了, 走吧 這裡是由玉龍雪山的溶雪流下來的 水本來叫百水河 但來到這裡池水清澈見底 印含有很多種礦物質 而呈現不同的藍色 這種水在陽光照射下 顯得格外鮮豔清澈 才被人稱為南越谷 我聽過, 因為這裡的湖泊和山谷的面貌 和英國作家James Hilton的作品 消失的地平線不暇的 南越亮山谷圓形好似 很多人都會把兩邊聯想在一起 這裡幾個湖泊 看上去顏色都有點不同 有藍有綠 遇上天暗氣清的日子 就會看到像今天這麼迫綠魚鏡的湖面 簡直是打卡勝地 Husa, 寫到米光, 你帶我出來幹什麼? 天啊… 你不是說想找你的高海拔之戀嗎? 我們現在去鄉吉里拉的三千米高拔 真正的高原, 準備好了嗎? 我還想要多一點時間準備好 不好意思,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新開的 麗香鐵路站 最快一個小時多點就到了 你沒時間考慮了 等等, 我聽說那條路上上下下很險要 哪有這麼快到? 所以不是說鐵路要整九年來建 不過你不用擔心 因為它的密封性非常高 我們不會容易被外面的氣壓改變而影響 連車窗、玻璃、防止外線都幫你想想 想這麼多幹嗎? 走吧, 開車吧 好, 走吧 麗香鐵路, 全長一百三十九公里 途中有十三個車站 三十四座橋樑和二十條隧道 其中有七十三百分 都是在橋樑上和隧道裡面的 以我所知, 這裡是雲貴高原 和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 穿越青藏高原, 環段山區覆地 是中國地殼構造中 找到最強烈的地區之一 荔石樓、岩溶、高地壓力等 很多不同的地質問題 這條道路施工一定很困難 但亦因為這樣 沿途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景色 藍天、草甸、雪山、湖泊之類都有 還結束了由雲南省和迪慶藏族 自治州鐵路不通的歷史 荔石樓, 你去旅行 喜歡用甚麼交通工具 比起飛機, 我喜歡坐私家車 或是坐火車 因為可以欣賞到沿路的風景 坐私家車甚至可以放慢一點 但坐火車的速度快得來很平穩 也可以欣賞窗外的風景 這次適合你, 我可以看到風景 謝謝你這麼早拆開我 那你呢? 其實我們從荔崗出發的時候 有一點雪山 我們從雪山不是很多雪 到很多很多雪 好像經歷整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挺不錯 而且坐高鐵真的很穩 而且我們座位也很闊 所以整個體驗是挺開心的 我們到站樓了 我車了… 有衣服, 記住 對, 外面只有一度 有衣服, 真好 香格尼拉, 從幻想出來的地方 到成為一個實質的地方名 不知道兩個地方有多相似呢? 神秘夢幻的城市, 我們來了 我們會看過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一個人的視訊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